你快點收拾吧, 去買吧 去廚房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怎麼這麼多人呢? 你快點買票吧 燒美部來了一個美女 美女? 你再走遲就收拾了 不過不准打折 那當然了 不好意思… 怎麼這麼漂亮? 女神, 贏了 你說的, 我想要, 我也想要 聽說, 稍後去了韓國的山心 不知道她會否看不開, 走去整容 應該要 我們簡直是電視機… 你好 你好… 你們回來辦電影學會的事嗎 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朱玲玲 有個叫李莫愁的女生追求你 其實有個朋友告訴我 她是我中學同學 現在在島大美術系那邊 她跟我很朋友, 什麼都告訴我 原來是這樣嗎? 她知道我們這麼多東西 我們應該都認識她 是嗎?她叫什麼名字? 她叫做答文西 答文… 答文西?我不認識答文西 你們認識答文西嗎? 我不認識文西 這裡沒有人認識文西 我想看到樣子你們會認得 她跟你們一樣, 放假也有一天回來 因為她想做一個 文藝復興時期的裸體雕塑 我讓你們看看 她還找了我做模特兒 但男女模特兒是要赤裸地 冷成一團的 是藝術而已 我不會想骯髒的事 我也沒有 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除了我之外 最多三個男模特兒才能救人 你們有沒有興趣過來幫忙? 我和你們最熟, 最有親切感 當然沒問題 還有朋友和朋友之間 是要互相幫忙的 撞你說得很對 真的很重 拉一根, 待會抽筋怎麼辦 什麼根, 別玩了 朱玲, 阿狀 為什麼只有你們兩個? 安仔呢? 我們剛才來的時候 安仔被教授截住了 在說一些功課的事, 是嗎? 好像是, 不過怎麼樣 他很快就到了 是, 還有你可以叫你朋友放心 我們答應他, 一定會做到 那就好了 不如你們先脫衣服吧 好, 搞定了, 見我就可以了 我在裡面等你們 好… 安仔 誰?三姨?在這裡? 搞甚麼?馬老闆 安仔, 你在這裡 你幫我考慮吧 我剛剛撿到瑩瑩的錢包 我打算托馬老闆幫我拿給他 但他還是不肯 那你不對 都說了銀包不是盈影, 是大分姐的 但我親眼看到那個銀包 從盈影身上跌出來的 當時我也打算叫他 但當晚沒有電話響, 我就聽 聽完電話又不見人 要不然要麻煩馬老闆你呢? 我都跟你說了 銀包不是盈影, 是大分姐的 在說什麼都不明白 好, 是大分姐的 那個人包真的不是盈影, 是大分姐的 但為什麼大分姐的人包會在盈影上? 是大分姐的, 是大分姐的 西洋菜煲豬骨 一人一碗 你好 你好 難道大分姐真的飛去韓國整容 為了不再讓我們照顧他 還跟著馮瑩瑩的樣子來做? 我的天 難怪他知道我們這麼多東西 原來他就是大分姐 二三二, 我想知道大分姐在哪裡 我幫你拿給他 兄弟, 千萬別摸著 大分姐這次回來 一定是找我們報仇的 給自己的, 你可以的 很害怕 好嗎? 身盤要這樣穩住 這樣穩住嗎? 是…這樣… 怎麼夾? 這樣夾嗎? 不, 這樣而已… 不, 你要夾嗎? 你看… 汪仔呢?他還沒到嗎? 他… 那我們不要等他 不如我們先開始吧 是 但是其實我也有點害羞 不如你們先脫下吧 唯有這樣吧 你… 不要脫下 不要脫下 你真的不要脫下衣服 美Sir… 脫下你 這個女人, 她不是瑩瑩 她是大分姐, 弄了容的大分姐 停 大分姐之前被我們打得這麼厲害 她為了保住大馮瑩的名字 就跟著馮瑩瑩的樣子來做 你別看她現在外表 好像馮瑩瑩一樣 又年輕又漂亮的 但其實她內在者 是一個五十歲的大媽 還要適合我們做裸體模特兒 你真誇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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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你們這臭小子 你打死你們 不要脫下 兩個大分姐 都穿了, 不玩了 都要給你們 穿了衣服呢? 你怎麼練? 為什麼? 其實愛大分姐的侄女 再見 你真想死的, 全部不要用 這個賊跟阿輝一樣 一模一樣 並呼籲市民如果看到他 要馬上跟警方聯絡 九九個案中心? 不是, 你聽我解釋 槍 你是誰?